党藏焦点来关心 高雄市长补选明天就是投票日了 而今天最后一天冲刺 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 找来党内副秘书长林飞凡驻镇 国民党李梅珍则是有连胜文站台 选前之夜比拼更火热 陈其迈这边将由总统蔡英文领队 抚愿三巨头拳道场 韩国瑜则是亲自射出川云舰 证实将现身力挺李梅珍 让陈其迈雨带讽刺的说 以为今天是6月5号罢韩前一天 李梅珍听闻则是反击 对手搞错日期了吧 选前最后一天 陈其迈有请林飞凡 南莎助政 巩固基友族群 还要再抢先年轻人选票 另一头对手李梅珍 应该算是总是 输人不输政 找来连胜文当超级助选员 不约而同车队扫街 尬场意味浓厚 晚间选前之夜 更加火热 陈其迈这方由总统蔡英文领队 府院三巨头南莎力挺 至于接任监察院长的陈菊 基于宪政分级原则将缺席 另外吴义政则是由柯文哲 带队催票 至于李梅珍 13号晚间 韩国瑜亲自发文 射出川云舰 证实将会南莎站台 韩国瑜又回来了 那6月 我以为今天是6月5号 那我想6月6号 市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一定要出来投票 搞错日期的是陈其邁先生 今天是8月14号 作为韩市长的朋友 看到他出来 我当然很高兴 所以他这个不是双面认吧 他用双结棍的 打到对方 不会打到自己 韩国瑜会不会让选情起变化 各阵营严正以待 不过就在选前 前韩团队新闻局长 郑兆欣PO文质疑 NCC黑手深入地方台 下架广告 未经署名的都是黑韩 自己是加害别人的人 却来指控受害人做错事情 投票倒数计时 最后冲刺 选政间仍弥漫 烟消味 记者萧志远叶正云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